是东莞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大领三分会 那这是2012年春节加班机调查问卷 他说全体会员相亲 接海机会之罕见 台湾交通部民航局 为了能与大陆民航局 就2012春节期间 暂定为2012年1月9号到2月5号 加班机相关事宜尽早协商订定 满足大陆台商搭乘两岸航线返台的需求 敬请各会员相亲协助填写有关调查问卷 谢谢 其中你要填写的是一个是大陆的航点 另外一个是台湾的航点 那时间他都跟你写了 就是说2012年1月14号前返台的 1月14号后离台的 2011月14号前返台 春节后离台 2011月1月14号前返台 1月14号后离台 春节前返台 春节后离台 2012春节前返台 春节后离台 这样公司名称联系人等等 我先请教一下许议员 你为什么都是1月14号 我也刚才要看 而且分得真的好细 1月14号跟那天刚刚三合一选举 选总统 阿选 这和选举有关系吗 我是很没想要这样想想 就是这个1月14号的时间是太敏感的 所以到这里 我知道那天也不是中国的国庆 也不是台湾的任何什么特别的接约 为什么用这个时间点 因为21号才过年除夕夜 他用14号也都没什么道理 所以想起来想起来 为了解就是导票率 导票率 一定要在1月14号前返台 才会付导票 如果1月14号 5点到 抱歉 这样就不会付了 这样就不用再死了 这个朋友是说 用海机会民意发行 国民党已经开始准备 接台商回台投票了 这投票专机 这是投票专机 真的吗 说起来 他的包装 他说就要过年要服务 这里面就表现出国民党 共产党 目前最大的共同利益 就是帮助马英九连任 国共的共识是不是台湾人的福气 我们大家要问自己 再来政府这个机关 一找这些 买金钱 买蒜头 买基票 也只是为了帮助马英九当选 不是真的要帮老百姓做事情 如果不算去就没有做这些事情 但我头到这些台商说得很有地图的位置 大家想看看啦 如果民进党这政 如果主张台湾是一个国家的人这政 共产党会对你较好 还是主张画图快快捅的那个在做总统 共产党对你较好 台商都是拱一架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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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在做行李 那个投资很正的啦 无免无减慢 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没有了 为什么在中国劳动合同法 为什么一直给你逼着来 他们有他们的算盘了 你们的老大 你们的老大 虽然我们看起来只是一个市长阶级 最没有来做国家而已 你们老大都说有那么麻烦了 我的那个藤那边又交给你 我要往铁杆生育去交 所以我想说台商要有好事 回来投票 投给你在中国 可以抬头挺胸的人 所以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在想 那如果我是台商 我是1月14号之前要回中国大陆去的 回中国去的 就不用服务不服务 不是 买不到票耶 那我如果是1月14号之后才要回台湾的 我也不知道沟哪里 有道理 这些人都不能 我都不服务 海气卫都不服务这些什么 1月14号之前就要离开台湾的 或是1月14号之后才怎样 回到台湾的 这些人我都不服务 都不是台湾同胞 都不算台商 都要1月14号那一天到台湾的 才算是台湾同胞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表在做什么 什么叫行政中立 选举有这么重要吗 海基会现在变成什么 选委会吗 中选会吗 中选会都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难道中选会要去叫说 台铁高铁跟他做调查 14号的票吗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海基会做这个事 我觉得嘉信你应该去问一下 那这些人 14号之前要离开台湾 14号之后才到台湾的 都不是台湾人 都不用服务 是 我觉得要了解很简单 过年 每年都有过年 你请台商朋友 也许有机会告诉我们 往年过年 海基会有没有这样服务 我想应该是没有啦 去年过年因为没有总统大选 没有大选 所以海基会显然 显然不会有这种服务 还调查 现在到过年又有 又有多久 又半年的时间 现在开始调查 可是这个只有海基会这样做吗 美国的侨胞呢 欧洲的侨胞呢 日本的侨胞呢 有没有哪一个政党 透过党务系统开始在调查 甚至搞不好利用行政系统在调查 有要回来吗 还有 我记得上一期的财讯 曾经写过 共产党拿国民党付设的五报 最后一报是什么 共产党已经找那边的中国官媒 说过年期间 尽量不要来台湾 把机票空出来给返乡投票的台商 喔 就是你当中国人 你要来台湾算 不好意思 要没有机票 因为台商回来投票优先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搞法 难道台商 对台湾民主这么支持啊 对 真的很支持 而且我懷疑這些台商不是回來投票 他們是回來參加1月13號蔣經國事事紀念日的活動 他不是回來投票的 我是這樣看 如果說你是說為了要說希望大家投票率高 希望台商回來投票 你就直接講說 為了這個選舉 我們請中國那邊配合開家班機 你就直接講沒有關係 光明正大 對我們光明正大 對不對 民主是鼓勵大家來投票對不對 你就直接講說 我們有一個措施說希望大家回來投票 調查就好啦 為什麼要用春節弄這個名義 我不看過春節返鄉 你就問你春節之前什麼時候回來就好啦 那就要1月14號訂 還跟你說14號之前回來 還是14號之前要回去之後回去 這個就是什麼 我認為什麼 他知道自己心虛 心虛 真的一個好的 你如果說心裡沒有過 我就說我為了選舉 他不敢 他是因為說 怕 怕台灣一般老百姓 觀感不好 所以用這個春節來掩飾 這你就看他心虛 心虛 第二的我要說 我請問一下 說 這個春節回來返鄉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加班飛機的配合 頭到我說的 誰要配合 交通部啊 什麼交通部配合 中國那邊要配合 這些人要配合 是不是 中國民航局 對 中國民航局 我請問 這是誰去說的 我現在在想說 他會發這個標誌說 已經說好了 我請問這是誰去說的 是 這是我們台灣的交通局 他說還是 他們說什麼 他們的什麼 會長好像 那個叫做 榮譽會長 榮譽會長 或是中國的高官 對 什麼 什麼 顧問 我說台灣人是說 沒什麼好 可能 街海機會之罕見 台灣交通部 交通部竟然還要加引號 而且我們的交通部是怎樣 見不得人 見不得人嘛 他們的大陸民航局說 不用加引號 他們的民航局不用加引號 我們的交通部說要加引號 這是我們自己發的問 對啊 我們自己發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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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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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的交通部加瓜付 不是啦 這應該是台商 海機會的函 但是東莞市台商 投資企業協會發函 發函 我們台灣人發自己的函 因為發這個函 經過中國那邊看見 不知道發得出去 沒有,其實自己要發就發什麼 海機會從這個時候 已經很熟練 他們兩個目的 一個要算人數 一個要變議算 沒有到底補的錢 什麼人要付 海機會要對誰的錢 他才對他去鄉多錢 對鄉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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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沒記憶 現在補的開始 全台灣 大國的那些財政要回來 如果他們這樣照 你知道那是全世界 是 那調查下去 每一個財政官你幫我查 到底多少人 那個14號錢回來 你幫我做補表 現在比較近 應該是雙十國慶 怎麼不可以調查 那些調查 那些調查 那僑委會在處理 鄉多錢 我也是覺得 如果你那個田 不是1月14號要回來 搞不好中國就去關切了 關切你1月14號之前 不回來的 你知道嗎 對 為什麼他要調查 是這樣 剛才問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您現在說 您現在說